首先來關心的就是儘管美股上週五是強談 監管會今天也祭出了限空令 但是港股暴跌了八百點 陸股重挫 臺股間開盤 跳空大漲超過兩百點 衝上萬三之後 臺積電 紅海面板股市股價翻黑 中場僅小漲了三十七點 收在一萬兩千八百五十六點 盤面上一片紅通通 收到美股上週五收盤大漲 以及監管會宣布實施有條件限空令 一百五十二檔個股二十一號跌幅 達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經起平盤下禁止放空穩定市場信心 他被股市早盤以上漲九十四點 一萬兩千九百一十三點開出後 盤中一度大漲超過兩百點 收復萬三大關 但在臺積電紅海面板等股價翻黑下 指數開高收低 中場小漲四十七點七八點 收在一萬兩千八百五十六點九八點 成交金額一千七百七十五點零一億元 就在全球通膨危機不斷升高 加上美國短短幾個月 已經升息十二碼 臺股的加權指數 已經從年初一月四號的高點 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九點 跌到失守萬三大關 跌幅已經超過百分之三十 儘管國安基金在七月授權 進場後仍擋不住跌勢 儘管會上週再寄出現空令 過去臺股曾實施過四次的限空令 分別是在九八年 零八年 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二零年 若再加上這一回就是第五次 對此分析師認為 政策後續力道有多強 仍有待觀察 真的一個作用 另外中共二十大結束後 習家軍全面掌控中共政治局常委會 也讓香港股市早盤就已大跌 開出 指數開低走低 收盤時重挫一千零一十五點 恆生指數收在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六點 跌幅百分之六點二六 記者為陳新隆特別報導 記者 李宗盛